Hello大家好,我是唐主 前段时间给大家做了一期 前嘴一套试试车的节目 后台的很多的观众啊 反正都非常的热烈 说啊,这种节目特别的长健势 特别的有干货 好吧,这一套其实是我编的 观众其实并没有什么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再接再厉 给大家讲一点更深入一点的节目 就是暗病暗伤车 这种车型啊 往往都特别有隐蔽心中疑惑性 它的车矿呢,往往都还挺好 公里数呢,往往也会嘟 外面也没有什么大的磕碰 最恶心的是,你检查车矿的时候 往往还发现不了它什么毛病 因为它的毛病都是偶发性的毛病 它的毛病就像潜伏起来的病毒 或者是定时炸弹一样 它不是说你想发现它的时候就会发现 你是用电脑去插它的OBD 查出来都是一切正常的 但是,你一旦把这种车买了一车 开的公里数稍微多了一点点 它的暗病暗伤又出来了 而且还非常的难治 这种车往往才是让买二号车的人 觉得闻风丧打的车型 那今天这期节目呢 我照例还是会具体的分析一下 这个车的具体的缺点 然后才会聊这个车整个背的过程 以及解决它暗病暗伤的过程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 就像吃干润,糖分和甜水都在烘 所以一定不要提前关闭视频哦 大家用我一定要给它看看 中文字幕提供 E1款的顶配 当年新车主要价79万8 但是现在在二车市场的行情呢 从十大几万到二十多一点点 出头不倒 那么这台车到底值不值得购买呢 首先就是这个外观 真的不过是非常的好看 不管是车头车尾 甚至连侧面的线条都非常的协调 而且这台车的敞篷版 是我见过为数不多的硬顶敞篷里面 几乎没有什么异想的 第二个理由当然就是贵了 这台车当年新车只要价79万8 在整个三系的产品序列里面 反正至少在中国除了M3之外 就属它价格最贵了 贵才能好 好才能贵 你买到的新车价格越贵 跟二车之间价格差距不就越大吗 你心里的平衡感就越强了 是不是 第三点就是敞篷 男人可以没钱但是一定要骚 就这俩字足够了 第四点N55B30的发动机 这代三系前期款的335 搭载的是N54B30 后期款的发动机搭载的是N55B30 N54的毛病多 双涡轮排气有冲突 它的密封材料非常的垃圾 高压油泵容易出问题 特别容易积碳 但是N54呢 它的动力更猛 它的改装潜力更大 所以前期款的N54 它比较适合改装的玩家 但是这台N55发动机就不一样了 它皮实耐用 小毛病少 它是在N54技术上进行改进 从双涡轮变成了单涡轮双涡管 它的漏油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它的效率更高了 它也更省油了 但是这台发动机呢 它的改装潜力没有N54那么大 但是它的稳定性呢 远胜于那台N54 所以这台发动机搭载的车型呢 就很明显 更适合一般的消费者 第五点就是从二手敞篷车 这个细分市场来说 这台车的价格还是有性价比的 比如说马自达的MX5 北京地区的航行价 最起码得十小几万 然而这台车只比MX5 大概贵了五六万块钱 你想想是不是很有性价比 接下来说它的缺点 相对于外观来说它并不过时 但是这车的内饰真的是有点老气了 其次是我在开这个车的几个月里 我遇到过好几次电子故障版 还有一点就是这台车的轮胎胎臂太薄了 所以它在过那种大的勾坎的时候 很容易让这台车轮胎鼓包 并且它前225后255的一个胎宽 本身也不是特别宽 所以它抓地力也不是特别的好 因此其实你能看出来 这台车原厂的一个设定 根本就不是一个走运动型风格路线的那种车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重量 这台车真的太重了 1800多公斤 足足比硬顶版的335要高出来了210公斤 等于重了420斤 相当于同样两台车 你这台车搭了4个平均重量为105斤的姑娘 人家那台车空着 然后你去跟人跑那种感觉 这会让你提速大大的变慢 油耗增加操控变差 灵活度下降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开车千万不要带4个姑娘 否则会严重影响你的车辆性能 还有油耗 哈哈哈哈 这台车试驾方面的内容都没了 因为试驾的当天这台车出意外了 这台车开起来其实会觉得有点笨重 虽然它搭载的是一个3.0T的发动机 太压爱了 哇 顾驾马又出来了 단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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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子尖失效了 当时车子出现了两个故障吗 我的妈呀 看到这台车现在有多少故障 一个是轮胎的漏气显示 一个是辫子箱有异常 然后还有一个转向系统的故障 我挂着地导 然后我再烘油门 车子不走道 而且我还恩不回屁的 完蛋了 这个问题其实一早就出现了 只不过在之前的时候 我们当时以为这个毛病啊 是这个中控出现了问题 因为这台车之前车主的媳妇 给这个车中控撒了一杯可乐 查出来这个故障是所谓的通讯故障 当时我们认为这个有可能是因为这一瓶可乐 撒在了这个电器 这一瓶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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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瓶可乐 这一瓶可乐 这瓶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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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问他 这瓶可乐 这瓶可乐 为什么 这瓶可乐 这瓶可乐 这瓶可乐